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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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给孙博士设计一个最大的难题 我把它放到了最远的地方 那么激光剑在清除杂物的时候会不会对电线造成损伤呢 这一点孙博士早就想好了 激光剑通过光学系统的聚焦调节 使聚焦光能低于电线的损伤预值 从而避免了对电线产生的影响 紧对电线上的异物进行烧毁清除 其实呢 采用人工清理电线衣物的方式既耗时又不安全 如果采用无人机喷火的方式 就要受到自然因素的制约 希望这款激光剑能够代替人工以及无人机 高效 安全的清理电线衣物成为科技成果 向民用领域转化的点范之作 创新如指径 科技也时尚 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AR导航 展示科技新创意 新产品 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我是刘洋 不知道在生活中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在商场里面叫到了一辆出租车 但是呢 你找不到汽车停靠的位置 即便是打开了手机导航 但是由于商场环境的复杂 或者是GPS信号弱 你还是找不到这辆车 怎么办呢 今天我就带大家体验一款全新的导航方法 AR导航是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 将虚拟的道路信息与实景道路 通过AR增强现实技术融合在一起 为我们创设了这样一种可能 在一个地形结构复杂的区域里 当我们通过轿车软件叫来一辆车时 只需跟着箭头行走 便能找到与车辆的街头地点 再也不用担心因方向感差 或者环境陌生而迷路 使用AR导航 无疑提升了出行的效率 省时省力 师傅您好 我2801叫的车 AR导航有效地解决了场站见面难的问题 大大的方便了人们的出行 可以说是一款绿色环保的出行软件 AR导航智能简单 适用于所有人 以后无论是在商场 机场还是火车站 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地点了 那么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导航的地图场景 是摄像头捕捉后的真实场景 而传统导航的地图场景 是虚拟渲染出来的 AR的运动跟踪功能 能够实时计算你 相对于周围环境的相对位置 这对于GPS 无法精确定位的室内环境 非常有用 AR能够通过手机相机 像人眼一样 理解周围现实环境 使得引导信息更加逼真 让人更容易接受 那么对于行驶的车辆 AR技术是否也能提供精准的导航呢 车载AR导航功能更强大 安全程度更高 导航信息可以通过抬头显示器 呈现在汽车的挡风玻璃的前方 凭借精准的交通大数据 车道级导航 与AI图像识别技术 车载AR导航 实现安全驾驶和畅通出行的统一 AR导航最大的优势就在于 能够帮助你找到一个便于上车的地点 而这个地点 司机通过内置导航系统 也很容易找到 这就有效解决了 司机和乘客见面难的问题 从而大大的方便了人们的出行 AR导航是一种非常友好 和人性化的交互方式 具备非常大的潜力 相信在未来 它会给我们提供更好的出行服务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高效 便捷 放心无止境 科技也时尚 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便包机器人 展示科技新创意 新产品 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大家好 我是子谦 是不是很好玩呢 这是世界上首创的第一个便包机器人 就是将便包机构 运用到族式机器人当中 便包机构 起源于对折纸进行的机构学研究 通俗地理解成 多个普通机构的结合体 具有变唾苦变活动度的特性 一个机器人 能够模仿自然界当中 多种动物的脊椎结构 实现对于这种动物的仿生 这也使人们相信了 其实在机构上 是可以实现一机多能 一机多用的 机器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需要模仿不同的动物 不同动物对于 关节驱动单元的要求 是不一样的 针对这种不同的要求 它拥有自己专门的舵机 舵机是机器人的核心元件 类似于动物的肌肉 为机器人的运动提供动力 碳纤维材料的躯干 保证了它的强度 同时又降低它的重量 既能够像小狗一样跑 同时又能够像蜘蛛一样爬 所以它的腿就不能是一个简单的形状了 在制作工艺上 使用了3D打印技术 未来我们看到的这个便包机器人 可能应用在更加实用的场合当中 包括在一条隧道或管道当中 去进行巡检 在这种场合下 可能会遇到一些比较狭长的通道 这个时候 很有可能就需要变成一个 类似于小狗的形态 它通过瀑布前进的方式 通过这样的一个地形 在这种情况下 还会遇到一些直脚弯 这个时候呢 机器人便可以扭动自己的身体 去直接实现这样的转弯 它的尺寸可以做得更小 然后直接深入到一些地表的废墟下 去探测生命 当然它的尺寸也可以做得更大 来代替解放军战士 将一些受伤的伤员 从危险复杂的危险现场 撤离到一个安全区域 它可能变成一个灯月机器人 月球上的环境比较复杂 正好利用它对于地形适应性 比较强的特点 能够加上一些特定的装置 去采集一些相关的信息回来 未来的便包机器人 会搭载更多的传感器 也会更加智能 更好的服务于人类 造福于全人类 明镜与点点栏目